本西的音乐梦 从小我就认为 唱歌能让别人觉得好听就很伟大 他对音乐的热爱到了费井忘石的地步 写作业累了就想写歌 一听歌就想写歌 一放学就想写歌 十四岁的本西开始在网上翻唱歌剧 后来受朋友的启发 也开始试着写原创歌剧 由于条件有限 无法找到专业的词作家 他靠着自己的作文积累 尝试着写词 每经专业学习 对每个音都不是很了解 他只能哼唱出原始曲调 一遍一遍地哼唱 最终熟悉 才能弄懂录歌教程的他 像是一头出生的牛犊 满世界乱撞 当时家里没有卖 就到网吧里去录 很多我们喜爱的歌曲 都是从网吧诞生的 很小的时候 本西就明白怎么做家务 怎么和母亲开心 母亲外出工作 小本西就乖乖待在家里 打扫屋子 但相处的过程 也有一些微小的矛盾 有次母亲打扫房间 看到了本西的日记本 就饶有兴趣地翻看起来 本西发现后和母亲生气了好几天 最后妈妈没辙 便在小字条上写了一些 可怜巴巴的道歉话 母女的心结才解开 一提到自己的母亲 本西便有一肚子的话 她说 妈妈一直很躲我的心思 也能及时用对的方式 对待我的不懂事 我想让她过得更好 不想让她这么累 年仅15岁的本西 为了梦想 离开妈妈 去了北京 工作人员说 记得很清楚 印象很深 那个女孩小小的 很内向 到公司第一句话就是 我真的可以当歌手吗 她的梦想 就是为我们唱歌 是的 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唱歌给我们听 现在 她走了 去了天国 在那个地方 没有压迫 她可以毫无顾忌地 大声唱出 她想唱的歌 她走了 走得那么突然 甚至 在我们 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没来得及 亲眼看她一次 没来得及 看一次 她的演唱会的时候 她就走了 我们不愿意相信 但是她 真的走了 她走了 她走之后 还在被人造谣 圈粉 骗钱 而相信的 就是曾经口口声声 说会爱她一辈子的 稀饭 稀饭们 被所谓的调查组利用 利用大家 不愿意相信 本稀已经走了的心理 利用稀饭们 做出来一系列 伤害稀 伤害稀 伤害稀妈 伤害稀的朋友的事 请你们 扪心自问 你们所做的一切 难道不是 对稀 对稀妈 对稀的朋友 莫大的伤害吗 如果你们 能冷静一下 安静地 听稀的朋友 说完话 稀在天之灵 也会很欣慰的 稀 以前去了天国 活着的人 应该好好活着 只有我们好好活着 才会有人记住稀 记住他 曾来过这个世界 我一直都不是个 合格的稀饭 我默默地爱了你七年 当你走后 我才发现 原来你对我如此重要 这一辈子 我永远 都不会忘记你 我会和又哥 冰姐 欧阳姐 小维 小易 等你的朋友们 保护好你妈妈 你去了天国 你妈妈 由我们来守候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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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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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要让你 你每一个人 我一个人